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门头沟区育员小学的赵老师。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 前两天,我们对数量运算的意义、方法、顺序、定律等内容进行了整理与复习。 运用数量运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今天我们继续对数量运算进行整理与复习。 在学校的科技节上,六年级举行小发明比赛。 请看,这是同学们上交的作品。 六一班同学上交三十二件作品。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同学们,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并进行解答吗? 好,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同学们的学习成果。 这是明明同学的做法。 看到他的做法,你有什么想法呢? 亮亮说,我认为他分析得很到位。 他是通过把已知条件和关键句分别做标注的方法,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题意。 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了,六一班上交三十二件作品。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多四分之一的含义是,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的作品数量, 相当于六一班作品数量的四分之一。 求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多少件作品, 也就是求六一班作品数量的四分之一是多少。 算式是三十二乘四分之一等于八件。 我提出的问题是,六二班上交了多少件作品。 用六一班作品数量乘四分之一, 先求出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的作品数量, 再加上六一班作品数量,等于六二班作品数量。 算式是三十二乘四分之一,加三十二等于四十件。 小西说,我与亮亮同学提出的问题相同, 但是解法却不同。 我是通过给关键剧做批证的方法进行分析的。 通过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这个关键, 我们知道了,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为单位一。 通过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我们还知道了,六二班作品数量相当于六一班作品数量的一加四分之一的核。 要想求六二班上交了多少件作品, 也就是求六一班作品数量的一加四分之一的核是多少。 数量关系式是, 六一班作品数量乘一加四分之一的核, 等于六二班作品数量。 算式是,三十二乘一加四分之一的核, 等于四十件。 小松说, 我提出的问题是两个班共交了多少件作品, 我是通过画图来进行分析的。 我们把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看作单位一,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求两个班共交了多少件作品。 算式是, 三十二乘一加四分之一的核, 加三十二等于七十二件。 三十二乘一加四分之一的核, 求出的是六二班作品数量。 用六二班作品数量, 加六一班作品数量, 求出的是两个班的作品总数量。 两个班共交了七十二件作品。 方方说, 我也认为画图分析是很好的方法, 形象直观, 但是我的图和小松的图有点不同。 根据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这个关键句, 我们可以把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看作四分。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一份就是五分, 两个班共有这样的九份。 算式是三十二除以四乘四加一加四的核等于七十二件。 三十二除以四表示的是, 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对应四分, 把三十二件作品平均分成四分, 求出每一份是八件作品。 两个班共有这样的九份, 也就是求九个八件是多少。 两个班共交了七十二件作品。 同学们通过提取信息, 分析信息, 提出问题, 用不同的方法灵活解决问题。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同学们运用了不同的方法。 请同学们观察这些方法, 你有什么发现呢? 小美说, 这些方法虽各有不同, 但是她们都是抓住了六二班比六一班 多交四分之一这个关键句进行分析的。 小西说, 都是把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看作单位一, 把它作为标准。 亮亮说, 根据这个标准, 我知道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看作单位一,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六二班就是一加四分之一的和, 两个班作品总数量就是一加四分之一加一的和。 从分数角度思考, 六一班三十二件作品对应四分,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一份就是五分, 两个班共有这样的九分。 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个问题, 那这样解决到底对不对呢? 如何进行检验呢? 明明说, 我们可以把结果带入原题看一看是否符合提议的方法进行检验。 我是这样检验的, 七十二减三十二减三十二等于八件。 用两个班作品总数量减六一班作品数量, 求出六二班上交四十件作品。 再用六二班作品数量减六一班作品数量, 求出六二班比六一班多八件作品。 根据提议, 六二班比六一班多交四分之一, 也就是三十二件作品的四分之一, 正好也是八件, 与原题相符, 可以验证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冬冬说, 我是这样检验的, 一加四分之一加一等于四分之九, 求出的是两个班作品总数量, 相当于六一班作品数量的四分之九, 正好是七十二件。 用相对应的量除以绿, 七十二除以四分之九等于三十二件。 求出的是六一班作品数量, 与原题相符, 也可以验证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同学们,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都经历了怎样的步骤呢? 冥冥说, 我认为解决问题有三个步骤, 一, 首先要理解题意, 弄清楚问题和已有的信息, 二, 分析数量关系很重要, 三, 解答之后还要检验结果, 反思解决问题的过程。 东东说, 我把解决问题的步骤概括为 阅读与理解, 分析与解答, 回顾与反思这三个步骤。 同学们, 在经历每一个步骤时,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林林说, 在阅读与理解时, 我们可以给关键句做标注, 也可以把已知条件与问题分别标注, 画图, 联系实际, 批注也能帮助我们阅读与理解。 在分析与解答时, 我们可以根据数量关系式, 抓住关键句或者画图这些方法, 还可以运用列表、 假设、 倒推等方法。 看来的确是这样, 阅读与理解是问题解决的前提, 分析与解答是问题解决的核心, 回顾与反思是问题解决的保证。 这三个步骤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 都应该经历这样的过程, 才能保证我们正确、 灵活地解决问题。 请看下一个实际问题。 同学们, 请你自己读一读, 根据这些信息, 你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方方说, 我是画现弹图来进行分析的, 原计划三小时走11.25千米, 就是把11.25千米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就是原计划的速度, 实际2.5小时就走了11.25千米, 也就是把11.25千米平均分成2.5份, 每一份求出的是实际的速度, 求实际比原计划每小时多走多少千米, 就是求它们的差。 强强说, 我不是画图分析的, 我是从问题入手去分析的。 要想求实际比原计划每小时多走多少千米, 就要知道实际每小时走多少千米, 原计划每小时走多少千米。 要想求实际每小时走多少千米, 就要知道实际的路程于实际所行的时间。 要想求原计划每小时走多少千米, 就要知道计划的路程于计划所行的时间。 数量关系式是, 实际的路程除以实际的时间, 减计划的路程除以计划的时间。 东东说, 我不是从问题入手去分析的, 我是从已知条件入手进行分析的。 根据已知条件, 原计划三小时走完11.25千米, 可以求出计划的速度。 根据实际2.5小时就走完了11.25千米, 可以求出实际的速度。 用实际的速度减计划的速度, 就求出了实际每小时比原计划多走多少千米。 同学们, 通过这三位同学的介绍, 你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看到这位同学的方法, 你认为他做得对吗? 小西说, 我认为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第一步11.25除以2.5, 计算出的是实际的速度。 第二步11.25除以3, 求出的是原计划的速度。 第三步4.5-3.75等于0.75千米, 求的是他们的差。 同学们, 通过解决这个问题, 你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方方说, 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有时可以通过画图, 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清数量关系, 在分析问题时, 可以从问题入手, 或者从已知条件入手进行分析, 这样有利于正确解决问题。 小松说, 这三位同学, 无论是画图, 还是从问题入手, 或者从已知条件入手去分析, 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同, 但是他们都运用了相同的数量关系式, 路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 分别求出了实际速度和计划速度, 用实际速度减区计划速度, 就解决了问题。 同学们, 你们真棒, 通过刚才的学习, 你们又有了新的收获。 我们知道了,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 用不同方法去分析, 下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经验, 继续解决实际问题, 看一看你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同学们, 请你自己读一读, 用你喜欢的方法独立解决问题。 好, 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同学们的学习成果。 强强说, 我根据每100千米耗油8升, 用100除以8等于12.5千米, 求出一升汽油可以行驶12.5千米。 看一看60升汽油可以行驶多少千米, 也就是求60个12.5千米是多少, 用60乘12.5等于750千米, 750千米大于560千米大于560千米, 因此能到达外公家。 我通过对比距离解决问题。 方方说, 我也是根据每100千米耗油8升, 我是用8除以100等于0.08升, 先求出行驶1000米需要0.08升汽油。 看一看行驶560千米需要多少升汽油, 也就是求560个0.08升是多少升。 用0.08乘560等于44.8升, 60升大于44.8升。 通过对比油量解决问题。 小西说, 通过他们的介绍, 我发现了, 每100千米耗油8升是个标准, 560千米是100千米的5.6倍, 那么油量也应该是8升的5.6倍。 用5.6乘8等于44.8升, 60升大于44.8升, 因此能到达外公家。 通过对比辟数关系解决问题。 小松说, 针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可以用估算的方法来解决。 我是这样估算的, 100除以8, 我们把8往大估, 估成10, 算出一升汽油可行驶10千米, 60升汽油可行驶600千米, 600千米大于560千米, 我们提高了耗油量, 都能行驶600千米, 那么实际的60升汽油一定能到达外公家。 通过这些同学的方法, 你又有什么发现呢? 小美说, 我发现通过对比距离和油量、 倍数关系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小西说, 无论是对比距离, 对比油量, 对比倍数关系, 我们都要找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每100千米, 耗油8升。 小松说, 我认为解决这种能不能够不够的实际问题, 可以不需要准确计算, 用估算也能解决问题。 同学们, 你们太了不起了, 同一个问题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 用不同的方法灵活解决问题, 并且发现它们之间虽各有不同, 但是标准却是相同的。 请看下一个实际问题。 同学们, 根据这些信息, 你理解这个实际问题的意思吗? 明明说, 通过读题, 我知道了, 这趟列车11时06分从北京南出发, 12时19分到达德州东, 行驶了314千米, 停留两分钟以后, 12时21分 从德州东开往济南西, 然后经过徐州东、南京南、 无锡东、上海虹桥, 最后17时24分到达杭州。 同学们, 你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小美说, 要想求平均速度, 就要知道总路程与总形式时间。 数量关系式是, 平均速度等于总路程除以总形式时间, 扣除停留时间。 总形式时间等于终点到达时间17时24分, 减起点开车时间11时06分, 减中间停留时间。 算式是17时24分减11时06分, 等于60时18分, 停留的时间是2乘4加3加6等于17分, 停留了17分钟。 60时18分减0时17分, 约等于6小时。 这趟列车大约行驶了6小时。 平均速度等于总路程除以行驶时间。 总路程是把这些路程相加求和, 约等于6400千米, 除以6约等于1000千米每时。 我认为这趟列车的平均速度 大约是1000千米每时。 同学们, 你们同意小美同学的方法吗? 小西说, 假期的时候我去过杭州, 感觉距离没有那么远, 到不了6000千米。 方方说, 我经常乘坐高铁去天津, 时速大约300千米左右, 时速1000千米不太现实。 小松说, 我同意小美估算时间的方法和结论, 都是用终点到达时间, 减起点发车时间, 减停留时间, 大约行驶了6小时。 不同意路程的计算方法, 因为里程是在前一站行驶的基础上, 继继继继继继续行驶的。 那么, 从北京南到杭州站的距离, 到底是多少呢? 我借助线段图, 给大家举例来说明。 例如, 从北京南到德州东, 列车行驶了314千米, 再到济南西, 所行的406千米, 是从北京南开始计算, 到济南西共行406千米, 406千米中包含前面所行的314千米。 因此, 从骑驶站到终点杭州站, 总路程应该是1487千米, 而不能把路程相加求和。 算试试, 1487除以6, 约等于250千米每时。 我认为, 这趟列车的平均速度 大约是250千米每时。 小松同学通过画线段图, 举例说明, 使我们直观地理解了总路程, 真会学习。 方方说, 我觉得我们在乘坐高铁时, 列车行驶的速度 基本上是相同的, 它在某一段的速度 和它的平均速度应该相近, 因此, 我选取了从北京南到德州东 这段路来计算的。 列车11时06分从北京南出发, 12时19分到达德州东, 共行驶了1时13分, 约等于1又4分之1时。 路程314千米, 除以1又4分之1时, 约等于240千米每时。 我认为这趟列车的平均速度 大约是240千米每时。 亮亮说, 我们乘坐高铁、 飞机时, 它们的速度 基本上变化不大, 我认为方方的做法是可行的, 并且很简单, 按照它的方法, 我计算了高铁 从北京南到济南西的平均速度。 12时45分减11时06分, 约等于1又3分之2时。 406除以1又3分之2, 约等于240千米每时。 这段的速度 大约也是240千米每时。 同学们, 通过解决这一时机问题, 你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小美说, 当问题的信息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先要读懂信息, 然后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这时问题就简单多了。 小西说, 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可以结合生活经验进行思考。 同学们说得真好, 看似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 把复杂的问题 转换为简单的问题进行解决。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有哪些收获呢? 东东说,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找准关键据非常重要。 小松说, 通过同学们的发言, 我发现我们可以从问题入手, 或者从已知条件入手进行分析。 同时, 画图可以帮助我们直观理解, 分析数量关系。 明明说, 解决问题后, 要记住把结果带入原题进行检验。 小西说, 解决问题时, 有时不需要准确计算, 估算就可以解决问题。 看来, 通过今天的学习, 同学们不但收获了知识, 而且还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方法,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 有更多的收获。 今天的课后作业是, 数学书第八十页, 第八题, 第九题, 第十题。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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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